大家好 刚才言由未尽 跟大家说说英雄概念 这个西方英雄概念呢 和这个东方不一样 具体的说呢 就是 只能说近代了 就是我们活的这段时间 或者近100年吧 这个 西方帝国主义 包括 日本帝国主义 他们的这个 作为侵略者 他们到外国打仗 他们的这个英雄概念 和我们中国人 作为反侵略者 作为这个 保家卫国 这个英雄概念 是不同的 甚至于天差地别 为什么呢 哦 对了 要再啊 每一次啊 这是老美多年积攒的经验了 这个玩枪呢 就是每个枪拿上 拿到手上都要假设它是 它是这个这个 油子弹的 或者说有危险性的 可以杀人的 啊 所以呢 拿枪拿起来之后 要检查 首先呢 是 退弹夹 弹夹退了之后呢 再看这个啊 当然了这个手指手指头 不要往这个扳机上放 弹夹退了之后呢 要看枪塘里 有没有子弹 哎 有子弹把它退掉 退掉呢 还有这个 有的时候还要 还要多拉几下 因为因为多拉几下 保证这个如果有子弹的话 就退干净了啊 当然了还有这个 这个拉的时候还要看 最好还要把手指头放进去 摸一摸 我就不摸了 因为其实那个还挺真危险的 你看这个你看他这个一关上啊 这都是铁啊 这你要把手指头夹在这儿 那真是能给你切掉一块的 侵略者呢 你看我们在美国的话就经历过 没有经历过了 看见过 比如说这个这个 伊拉克战争 去了就是英雄 只要去就是英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侵略者 到一国大乡打仗 这个对士兵的要求比较高 或者说对士兵的这个褒奖 也比较高 因为否则人家为什么要跑到 一国大乡去打仗 如果对士兵的褒奖不高的话 人家也就不会去一国大乡打仗 到外国打仗呢 这件事情就会比较的困难 同时呢 当然 这个我们也能也能感觉到西方社会里 士兵的军人的这个地位 社会地位也比较高 你必须给军人这样的 社会地位尊重待遇 他才可能去到 特别是穷国去打仗 反过来中国呢 是反其略战争 人家打到你家里来了 你参战是保家卫国 只是参加 就不能是英雄 就不够了 跟他们不一样 甚至于牺牲了 都未必能够得上英雄的称号 以抗日战争为例 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英雄 我自己最敬佩的 杨靖宇 有这样的英雄在那 其他的人 要想和他相提并论 够格的就不多了 我讲一个故事 我以前去过去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去有一个农村分校 去农村分校 就是学农吧 当时有一个有一个老头教我们 这个种地 他当年呢 就是八路军的 我记不清他是 他是当到排长 还是当到连长 反正是当了 是个低级军官吧 抗日战争一结束 他就脱下军装 把枪什么擦好 把军装洗好洗干净 叠了放好 他就不辞而别回家了 以前我是不知道了 后来才知道 八路军的时候 那时候如果当到连长排长 当然了 解放战争如果能够 活着毁下来的话 活下来的话 那那以后的地位是很高的 无论如何 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什么的 就是日本人打走了 我就可以回家了 就是保家卫国是责任 所以不足以 这个 承担英雄的称号 因为敌人打到你家里来了 你身后是父老乡亲 是男女老少 你不在这抵挡 你不杀敌 手无寸铁的亲人 就会被杀 国军抗战最明显的就是 南京 叫逃跑也好 叫转进也好 叫撤退也好 所以你怎么叫 丢下老百姓不管 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 这个跟解放军是完全是相反的 解放军是要是会是是会牺牲自己掩护老百姓撤退的 人民军队 所以 所以呢 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 这个我以前也都讲过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这个这个侵略者 特别重视或者珍惜生命 因为 因为他的兵员 是很难的 他要想找到这个足够多的士兵 飘洋过海去打仗 所以他珍惜生命啊 死一个补一个是非常困难的对他来说 所以呢 作为指挥官来讲 你就不能把士兵放在一个有退路的地方 这个就又回到八百这个故事 而且你看他他这个位置啊 还是个指挥部的位置 原来指挥部放在一个有退路的地位置 想想这是一帮什么乌龟王八蛋 哎 背靠英国人 然后然后然后自己活一条命 然后让士兵到前面打仗 解放军指挥部不会这样搞的 相对安全的位置当然是必要的 但是这么一种安全的位置 几乎可以说是绝对安全 而且还是靠着这个 央人才得到一点安全 哎呀就跟现在就跟现在这个这个 台湾一样台湾这帮王八蛋 狗障人士还说的理直气壮 叫什么安全靠美国 不就是狗障人士吗 好嘞 呀 你 你